巴西亞馬遜森林近年砍伐情況更加嚴重 巴西官方最近公布報告 以衛星影像分析追蹤 截至今年8月止的12個月間 巴西亞馬遜森林共有11,088平方公里的林地遭到毀壞 面積將近三分之一個台灣 砍伐面積激增比前一年多了超過9% 創下12年來新高 亞馬遜森林約六成面積在巴西境內 對控制氣候變遷至關重要 不過巴西總統波索納洛對氣候變遷抱持懷疑態度 積極推動開放森林保護區 以供企業採礦和大規模農作 更刪減了環保計畫經費 布索納洛上任近兩年來 森林砍伐和野火激增引來各界一致譴責 環保團體綠色和平就批評 布索納洛政府開發亞馬遜森林的做法 根本就是回到過去猖獗的濫砍伐 想法落伍 絕非因應氣候危機應有的作為 中央社綜合報導